哈喽,衣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童鱼浩 很期待这次Dior可以有一些新的试剧元素 因为也是马上要过年了嘛 也特别期待今天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单品 种草一下,可以把它分享给我的朋友和家人 这一季Dior的新年限定系列 我觉得亮点就是其实身上有很多那种兔子的元素 像我这个Hobby其实就有一个 然后包括我的鞋上也有 对,就是既保暖同时也有一些过年的氛围 其实一般新年我送别人礼物的情况比较多 如果是这次的话,我比较推荐Dior旷野赞香水 可能会藏起来 因为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打篮球 偶尔就是会私藏一些压岁钱 就是偷买一些球鞋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记着 可能大部分的父母都这样 就他们会说 孩子我帮你们把钱存起来 然后以后给你们花 对,但我从小就不信这回事 所以我就把那个钱偷偷地藏起来一部分 给自己买球鞋 刚开始能张嘴说话的小孩叫我叔叔 我会比较接受 会 会一些吧 技术不是特别好 最拿手的包饺子的步骤 应该是挑选食材这一块 比较专业 其实我家里也有这个习惯 对,就是大年厨一早上 包九台虾的脚 有 就是气得手发痒那种 对,是有这种情况 柴犬比较多 他就是 因为他可能就是天生 就是四肢健壮 对,他喜欢拆架 他就是经常会喜欢 叼一些纸壳被啊什么的 拆的就是满了屋子都是纸 每天最至于的就是 我推开门那一瞬间 两个狗他们就会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跟我打招呼 因为我叫两只狗嘛 他比较旺仔 就是我必须要把他抱起来 他会粘在我的腿上 如果不抱的话 他就从我叫 就认真的很生气的那种 柴犬就是默默的 他会把他的那个 一个小玩具 从老远的地方给我叼过来 亲自送到我的手上 然后我要把他的那个 玩具从嘴上接过来 对,他俩的方式不太一样 确实养宠物 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如果论等级算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 B级或C级吧 就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厉害 我觉得 都有 我觉得谁都有这个经历 其实我好像 没有摔特别多 对,因为我记忆中 就是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就先学了落叶飘 就是我能够保证 就能够保证自己 即使不会滑 但是我能一直飘下去 所以就是摔的 其实没有特别多 现在就是在练习 这个熟悉 这个前后换刃的 这个技巧 今年我的一部 古装仙侠剧护心 要跟大家见面 对,在剧中 实验的是一个 千年玲珑天药 感情受过一些创伤 被一个叫 宴回的女子 所致于救赎自己的 这样一个故事 祝Yves的朋友们 突破自我 吃掉 还不 Lud 吃掉